彈成一個小啾啾 辛苦了我們就這樣吧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種辮子 這個辮子叫做魚骨辮 頭髮很簡易的 左右左右分Z字形像的閃電 因為這樣你後面就不會一條紙紙的 比較不夠自然好看 然後這一半可以用夾 稍微把它夾起來 魚骨我們先分成兩個 兩個自己感覺一下 兩個 可以往前 獅子這樣勾住 往前轉也可以往後 往前往後的那個辮子的方向都會不一樣 就獅子繞這個辮子的旁邊的一點點這樣轉 轉過來之後呢他就抓過來 轉轉過來之後這個獅子這邊一點點就分過來了 其實是蠻簡單的 一點點轉 盡量是就是越少越好 當然你想要你要弄那麼多也可以 可是越少的話那個魚骨的那個層次會比較明顯 一點點再轉 一點點再轉 到時候你會再加速嗎 轉 其實有看出來怎麼做吧 可是呢就是這邊抓的越少就是 邊的這個次數要比較久比較多 所以我就要稍微有點耐心 可是其實已經算是很快了 如果想要更快的話 你們就要這個 取這個頭髮的地方要取得 大白一點 可是我們今天的重點是魚骨 他就是要這樣子比較少一點的分量 才會做得出那個魚骨的感覺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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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少了 感覺一下 快好了 就說這個魚骨現在這樣細細的也是一個一種樣子 但是呢待會我們還是把它拉鬆 有些覺得說自己髮量不夠多的朋友們呢 你們拉鬆了之後就會顯得好像這個辮子比較大吧 髮量感覺會比較大 比較豐滿這樣 好先到這裡 到這裡留著一點點 髮尾的地方呢必須要把它 綁緊 你也可以就是這樣直直直的這樣 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可以把它弄成一個小啾啾 這樣讓它在這裡 它就有一個可愛的一個啾啾 然後 有講過就是鞋帶的一種拉鬆法 所以從底部開始拉 你可以很隨意的拉 OK這邊完成之後呢 是不是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齁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 然後有點懶得邊另一邊 好的 分享到此結束 但不行 我們出門的時候 女生愛漂亮就是不能懶 好也是分成兩半 獅子抓一點點頭髮 轉 然後到左邊 連接在一起 轉 右邊連接在一起 差不多了 好嘞 好也是一樣我們 就是不用讓它完全綁完 像這樣 反折在這裡 這個就是很乾淨的 也是一種拉 也是你想要這樣子做也可以 還是說想要感覺頭髮髮量比較多 比較膨鬆就 就拉近乎我們就這樣吧 哈哈 還是想要看兩個 你看這邊是長這樣 這邊是長這樣 就看一下哪一種 其實這個非常快 所以超級快就可以出門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快速 十秒鐘 還有可以 的 也要找到 我們幫忙 對 也要找到 這是 我們壹下 也要打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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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